阿嬤長輩來 大家早安 其實長輩他們要把他們的氣氛帶來就是 我覺得可能帶領者需要比較多的活力去影響他們 就是他們從中也在模仿 所以如果可能今天如果我呈現一個鑰匙不合的狀態 他們可能也很難有這種 會自己表露出這種活力的精神 所以可能需要一個模模範 來 準備喔 其實曾經看到國外就是有長輩在帶跳舞 那其實從我在學的時候 一直就覺得說其實長輩能做的事情 不是只有來據點 就是帶帶活動或者是 好像是來被服務這樣而已 其實我們可以建立他們 就是創造他們不一樣的一些發展 就是學習性的東西 因為就是像人家講的嘛 就是大家眾生學習 眾生學習 好來 右腳先囉 預備 開始 右邊啊 左邊 右邊啊 左邊 我覺得要拉近長輩跟年輕人之間的距離 不是只有說叫年輕人學習了解長輩的生活而已 反而這個是一個互相的狀態 就是長輩可以學習年輕人的東西 讓年輕人說 欸 好像就是長輩也沒有就是 社會上的刻板印象就是這麼的討厭或這麼的苦 你看看 好多啊 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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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下來 跳一下 手舉高來 預備 一 二 三 很多人就會問我說 欸 為什麼長輩都不會排斥呢 就是會 他們一開始很排斥 就是會覺得說 就是他們學這個東西到底意義在哪裡也不知道 然後 對於自己學這個東西 好像也沒有看到任何的成果 會一開始會有點自我懷疑的這種狀態 但其實到後面 陸陸續續有一些聲量之後 長輩就發現說 欸 就是好像看到自己有一點成績 就會更願意投入在這個活動當中 立立姐後退一點才拍得到半身 對對對 OK 好 算 怎麼辦 手舉高快看 然後 二三 下 Hut 收 betrayal 太太 你把一點點 done 一點點 чуть確 analog 掌 掌 我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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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樣 就是有收到一些資 有一些資源會開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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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進來 因為其實畢竟我們在做個服務不是只有看到的長輩在這邊運動而已 其實我們後面還有做很多服務 比如說像是關懷獨居老人的關懷仿式的服務 然後還有電話問安 就是打電話關心一些可能還沒有意願走出來戶外參與活動的長輩 那這些長輩他們現在都還在家裡面 因為某一些關係還不願意走出來 那所以我們就透過這樣的服務來去關心這樣的長輩 希望他們也可以像來參加活動的長輩 就是展現這些活力 讓他們就是預防他們延緩跟師們的老化 我生啊生 長輩的長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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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輩的長輩 剛進來的時候我的想法就是說 因為我們媽媽都走了吧 進來這邊長輩都比我都跟我媽媽同年齡的 那我就把他當成媽媽了對不對 我們一起走來跟我們合完 然後我就把他當成媽媽 這樣子進來的話看到他們就 我們就來當服務吧 來服務他們好像小孩照顧母親這樣子 國家我們在推這個長照的這個據點的話 其實很大的目的應該是希望就是我們的長者 就是都不要在家裡都能夠出來 然後出來的話你看你會看到每個長者 他們出來就是遇到比較同齡層的 那同齡層的話他們的互相的交流 其實是可以刺激他們的腦部的活動 盡量不要讓他們就是變成以後老人 痴呆這個方面的問題 所以他們出來以後 他們會認識到他們這些老朋友 那他們就會更有活力 然後更有活力的話 其實他們的精神會更好 然後他們的身體健康方面也會更好 那也會更快樂 真快樂 在家有年輕嗎 真年輕 在家一幾歲 十幾歲 我們來家一幾歲 十幾歲 十幾歲 這是前程 春聖 季節 在家 大名 大名